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阴影处的角色 他是谁 答案就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今天豪哥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那就是当时韦田大大在画海贼王的时候 那些废弃的稿线和废弃的设定 有一些设定真的很让豪哥大吃一惊 现在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大家可能没想到 现在人见人爱的硬汉索隆 在初稿中其实只是一个跑龙套的 但最初的形象与定稿中的形象 其实根本没差多少 也是一名箭士 并且不再是海贼猎人 而是小丑巴基的手下 跟那些个跑龙套的楼楼是同一级别的 大家差点就看不到帅气的索大了 三刀流奥义 嘿嘿 第二个是关于凯多的 凯多现在的高大形象 其实是韦田后来改动的 在最开始的设定中 凯多是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 看来不是很高大 而且长得也不如现在好看 这个场景出现在 《回忆》中与月光莫利亚一起出现的 然后是关于女帝的 女帝在最初的设定出稿中 看起来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大反派 不能叫女帝了 应该叫做腰姬才对 根本不如现在的霸气嘛 在脸上是有刺青的 还是在脑门上有一个毒舌的印记 我想说还好改了 要不然她的人气一定不会有现在这么高 而乔巴的设定就太过为搞笑了 脸巨长无比 身上还有类似于斑马的花纹 嘿 眼神呆滞还十分易怒 根本不是卖萌的角色 反而有点像不良 嘴里还叼着一根烟 有点大叔的感觉 最后一个是准大将查屯 查屯的设计时间 比同虎逃兔他们都要早一些 因为伟田在设计新三大将的时候 原本是以猴子猪合同命名的 但是后来改变了这个设定 至于为什么呢 伟田说 这是一个还不能公开的秘密 看来这肯定是一个伏笔咯 以后的剧情中会有出现的 那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突答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吧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优酷号 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